立法院在今天下午 将要针对选罢法的排黑条款 要上演表决大战 好来看到呢 在内政委员会要审查的是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 而其中的第26条 写的是呢 犯洗钱防治法判决确定者不得参选 还有就是判10年以上刑度 尚未定验者也不得参选 但是呢 针对这个部分 朝野目前还没有达成共事 其中有一个人非常的紧张 就是陈水扁 因为他儿子陈志忠 现在在服刑 那出来之后 还能够在政坛上面发光发热吗 因为如果他出来之后不能选的话 那他们家的政治生命 不就就此结束了吗 所以昨天呢 陈水扁就传了简讯给绿营的朋友说 明天院会要表决的是 党团协商的版本 有关于洗钱防治法的部分 是不是会加放刑度 目前未可知 请赖主席放 陈志忠一条深入吧 否则的话 他还威胁了这个赖主席 他说一旦表决通过的话 让他做出失望的事情 导致他对人生不抱希望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包括竞选期间 支持者抗议不调会如影随形 所以今天会不会三读通过呢 贯彻的是这个赖清德的意志的关键考验了 就来看到今天的这场的表决大战 结果会是如何呢 因为包含了陈水扁 在表决前喊出要死见 还批评了柯建民是大开民主倒车 但是柯建民回应说 陈水扁要怪他 他也接受了 我们来看到今天在立法院最新的情况 把时间交给陈佑 好 直播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选霸法的排黑条款 要上演表决大战 但现在有两大深水区朝野没有共事 包含涉犯洗钱防治条例 是不是就终生不得参选 以及另一方面判决十年的徒刑定验之前 也是同样是终生不得参选的 这两个部分 那么朝野党团没有任何的共事 但是陈水扁在表决前还特别发文 说选霸法的排黑是违宪 而且他还称自己要死见 还说柯建民开民主倒车 对此我们来听柯建民的最新回应 那那个十年就是还没有判刑定验 就不得参选 这个部分也要是民进党本的共事 当然了 当然了 就是行政版本 照行政版本 然后有两部分家园 就是高中公司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会一致投票 但陈水扁说您是开民主倒车 那我就尊重他的说法 阿扁是用了死见参政权这个东西 甚至说他不排除选举的时候 来做大动作的抗议 我们也了解阿扁的心情 我长期来最挺前程总统的 那很清楚 但是总团一次的解议 他要怪我我也接受 他这个部分他自己 这也不是我可能能够说 要做任何的个别行为 这是因为党团的激起行动 这个我们面对选举 这个是一个非常选劲的 好 听到柯正明强调 现在有关人民进党团的这个版本 已经有共事了 所以不会有跑票 而且大家也会一致投票 而针对陈水扁的说法 他说尊重也能够理解 陈水扁的心情 但是因为这次选霸法的排黑 是针对这个赖清德说要排黑 所以这一切都是民进党团的决定 要怪他 那么他也觉得他也可以接受 以上是我们这一节的国会最新 民进党政府推的公职人员 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中 规定洗钱定验将耻夺参政权 好 这个法在今天送到的立法院要三读 前总统陈水扁因为儿子 也就是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 洗钱一案 多次的对此法呢 表达了不满 林晨他撰写文要为此而死见 好 对此呢 立委曾明中就说了 陈水扁当过总统 也当过民进党员 应该要好好跟民进党来陈情 而排合条款呢 在昨天朝野协商并没有共识 但是大方向会依照行政院的版本 陈前总统 他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也是民进党的党员 我觉得他有意见 应该好好跟民进党去陈情 那至于有关排黑条款的部分呢 昨天朝野协商 基本上没有共识 但是大方向会完全依照行政院的版本 那民进党的底线还没有提出来 国民党也会针对民党提出来的底线 或者他的条文会做适当的修正 比如说国民党会增加 比如诈骗 诈骗案 诈骗的部分 当然是加重诈骗 加重诈欺 所以法律名词是加重诈欺的部分 还有性侵害的部分 国民党会把这两个部分加进去 要排黑就排干净一点 要排黑就排干净一点 国民党会对 国民党提出的条文 会增加两项 加重诈骑 跟有关性侵害的部分 国民党党团的条文会再增加 好来看到现在要选立委 很多人都非常的忙碌 来看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昨天晚上就发生一个惨剧了 他在计程车上狂吐 游淑慧在领书上发文说 人生第一次吐在计程车上 状况惨烈赔了3000块钱 好他亲自解释说 因为呢这两天一直在内湖市林 议会3D长距离的跑 身体出现了头痛晕眩的现象 他又叫了小黄 可能是车上冷气太冷了 他打一个喷嚏之后呢 惨剧就发生了 好游淑慧表示当场呢 就跟司机道歉 并且赔了3000块钱 网友纷纷提醒说 记得先吃晕车药 真的是辛苦了 加油加油 好看到行政院通过了 行人优先交通安全纲领 同时将每个月公布 各个县市改善的评比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一上任就进行了 人本交通相关的规划 例如机车退出人行道2.0 还有路口安全 加长执法等等 会尽最大的努力 洗刷行人地域污名 而针对于大巨蛋 已被艰巨太小 市长蒋万安更表示 安全是最优先的考量 严格要求远雄要符合安全的标准 我们当然尽最大的努力 那也很谢谢中央他们昨天也公布了 行人友善计划的行动纲领 其实台北市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规划了相关的行人友善计划 我们也立刻成立了辅纪跨局处的来讨论 以及进行相关的规划 所以我一上任 我们就进行人本交通的相关规划 所以我在报告的时候 跟议会也说明 我们会用四大主轴 十大计划 以及三十四项的工作项目 来进行相关的 包括比如我们机车退出人行道2.0 还有包括路口安全的加强执法 以及大车转弯的安全 以及进行我们以人为本交通的工程 我想这个部分都是希望能够 洗刷行人地域的污名 尽快还给民众一个行走安全的环境 大巨蛋的座椅被说间距太小 那是否说会减合 但是远雄第一时间又说是符合标准 你接下来怎么沟通 关于大巨蛋 我的态度一向非常的坚持 安全绝对是最优先的考量 也绝对会在大巨蛋正式启用之前 完成所有相关的审查 也严格要求远雄 一定要符合安全的标准 务必给民众一个安全的场馆 其实建管处也已经对外说明 我们大巨蛋的申请用途就是体育馆 它不是戏院电影院或是歌厅 等特殊的建筑物 所以没有适用建筑技术规则第124 以及127条的问题 这也是经过内政部的核准 那未来如果要举行表演活动 也一定是依照台北市群区活动安全管理 这次条例的规定提出申请各样审查 便选用建筑技术 İy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